好 接下來我的第二則是關於教師公會 勞動部不大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04年勞財治第30號 我們來看看這一則也許叫做有些朋友比較沒有聽過或不是那麼熟悉 相對於373 當然104勞財30涉及的問題有三個面向 其實有兩個面向 但是呢 他有一個前提 他的前提就是教師公會的組織型態 這個組織型態顯然跟非教師的一般勞工不一樣 而這個不一樣造就他的問題會特別嚴重 那台灣在2011年之後呢 產業公會跟職業公會的數量急增 而這兩個公會幾乎一大半都出現在教育領域 教育領域 所以呢 產業跟職業公會相對於企業公會 他的特有問題幾乎等於教育領域問題 雖然不是完全 那大概在幾個月前 有一場產業公會論壇 那很多非這個教育領域的產業公會也來提出他們碰到的問題 例如國內有一個叫做跟這個資訊科技有關的產業公會 但你可以發現 絕大部分的問題仍然出現在教育領域 那他的原因在於 因為你禁止教師組織企業公會 自然你要把它推往產業職業 所以產業職業公會碰到的問題 教育領域會特別嚴重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前提 當然104勞財30 主要的問題在於兩個 一個是協商權的問題 到底教師公會有沒有協商權 在這個案子裡面 然後呢 乃至於進一步適用 是否拒絕承信協商 跟另外一個部分 支配介入公會 公會提出協商要求 雇主置之不理 那這個如果不是協商權 拒絕協商的面向 是不是等於支配介入公會 那這個部分我待會的報告 將直接忽略 因為他跟我們 這個我作為第一個報告者 主要談勞工團結權 比較有一點距離 他支配介入公會 當然很多人對這個部分 始終難以理解 你前面又說 我先透露一下他的結果 你前面又說 教師公會在這裡 沒有二分之一面侃 沒有協商權 卻又說雇主不理他 可能是支配介入公會 那許多勞工界的朋友 認為裁決會在這裡 自相矛盾 你如果兩個 你如果他有協商權 這個當然可以成立 你如果沒有協商權 又說雇主不能不理他 為什麼是這樣的 很多勞工界的人 難以理解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以後的報告中 會有其他的先進 比較談 關於支配介入公會 關於協商的問題 那我今天希望把焦點 仍然集中在勞工團結權 所以我會把我的分析 集中在前面兩個部分 兩個部分 是我認為 104勞台30 關於勞工團結權 那麼給大家一個比較 這個值得討論的一些基礎 我們看原因事實 原因事實是 某高等教育領域產業工會 事實上台灣有好幾個 這個是 基本上就是高教工會 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向會員所屬的 在新北市的某科技大學校方 提出四個訴求 要求進行團體 我是用他們的用語 我是用裁決會直接的用語 所以有一些其實 在法律上 用語上值得商榷 不過我是尊重他的用語 提出進行團體協商之要求 並且即刻停止教師評鑑辦法的修訂 而且要求沒有協商前 不能定新的教師評鑑辦法 恢復舊的 並且取消制定限期升等辦法 沒有經過協商前 因維持舊有的 這個關於聘任待遇服務辦法 並且在不違反教育法令之下 凍結新任教師的聘任 當然這一點是很有意思 就是說 就是說 我不讓你新聘教師 公會當時提出的要求 而且沒有經過公會協商前 應該欲缺不補 然後進一步修正相關的學術主管 臨聘辦法跟組織規程 所以可以發現 這個產業公會 以全國為組織區域的產業公會 跟某學校要求進行 這一些事實上 事項蠻多的協商要求 然後呢 申請人工會 並且向學校提出說明 這個說明當然是我們今天這個案子 要評論的關鍵所在 他說 貴校 貴校的教師加入我的公會的 已經有一百一十四人 已經超過貴校教師總數的二分之一 一團體協約法規定 以取得代表勞房協商資格 團體協約法第六條第三項 應該如同各位所知的 他規定如果是產業公會 要跟雇主協商 產業公會應有這個會員 那麼 是為對方 是為協商相對人身份勞工二分之一以上 才擁有協商資格 然後呢 工會進一步指控 相對人校方 不但沒有回應我的協商要求 更在這個學期主管匯報中 直接通過教師評鑑辦法 教師聘約 也就是說我跟你協商 要求你先不要修訂教師評鑑辦法 先試用舊的 那你在你的主管匯報中 直接通過 進一步包括教師聘約 所以工會覺得這時候應該有 這個拒絕協商 乃至於違反誠信的一些問題 當然就像我剛剛說的 104勞財30的征典好幾個 那接下來我們把焦點集中在這個部分 就是說到底申請人工會 是不是符合團體學法第六條第三項 第二款所說的 第二款指的是產業工會 就會員受雇於協商他方的人數 也就是說高教工會受雇於 這個該科技大學的人數 與其所雇用勞工人數二分之一 之產業工會 就具有協商資格 這是第六條第三項第二款的規定 所以呢就像剛剛所說的 高教工會會員在該科技大學的 專業教師有沒有超過 該科技大學所雇用的勞工人數二分之一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這個案子的 尊職焦點在於何謀所雇用的勞工人數 指的是專業教師 還是包括其他的教師 還是甚至包括非教師的其他人 他可能有這個好幾個不同的答案 可以包括這個分母可以只有專業教師 還是一定要加上其他教師 包括兼任或甚至當然在科技大學比較沒有 或在例如在國民教育體系 還有代課教師等等 甚至還有這個某些學校還有專案教師 當然專案教師應該也是專任 應該不會區別這個處理等等 好二分之一 那有 蠻有意思的是 許多兼任學生助理 待會那個周老師會有更多的報告 許多兼任助理 擔任這個TA等等 某個程度也在從事教學活動 你三是 但是好 我給我 瞧 我